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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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來到問問.hoc 的時間了 上次一連兩集就說了 究竟石油氣是甚麼 以及究竟當你家裡漏石油氣 應該怎樣處理 今天就和大家說一下 如果大家想換石油氣 究竟有甚麼安全措施 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當然首先換石油氣之前 就要附近的所有火種 都要適滅 其次的當然你自己不要擔心煙 接著要 檢查清楚所有的 氣體爐具都已經 關掉了 然後你就要小心 去拆掉條壓鍵 然後 你就可以更換石油氣 當你接駁完石油氣之後 你也要慢慢 去安安 你的條壓器 在這個時候 就一定要檢查一下 安裝完條壓器之後 有沒有洩漏任何的氣體 或者有任何的異味出現 如果有的話 就代表你安不實 當你安裝完條壓器之後 你就可以小心地 去試一下 開啟那個氣體爐具 看看有沒有任何的異樣 如果沒有的話 即是你很安全地去 更換了你的石油氣 好了 今天講了一些 換石油氣的時候的安全措施 下次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要使用這個石油氣路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今天問問多多的時間又到了 問問多多 宜蘭逐個足 拜拜